之前我也有跟大家說過,我也有這個意願可以陪他去韓國 但其實始終都是要跟他們家人溝通,因為事情都是很複雜 所以我也會尊重他們家人的決定,但我就說了我的意願 暫時就沒有安排 看片段,其實他一直都會被人跟蹤,現在你們拍拖 有沒有發現都有人跟蹤你們,甚至你自己都可以被人跟蹤 沒有,只是那天有傳媒跟著,但之後這幾天都沒有 至於他那時被其他人跟蹤,不是傳媒 至於聽說如果他真的要去韓國出庭的時候 都會有警方會保護他們 其實他不是只有他一個出來做證人,還會有其他人 會不會都擔心女朋友的狀態,因為很多事件都會被人拿出來說 都要關心他的情緒 這個絕對要,因為當你出庭的時候又會說他發生過的事 其實對他來說都很辛苦,一個女生,但尤其這段時間他都有點壓力 因為他都未習慣,因為一公開了之後 就變了更多人去關注他這件事,但我都在他身邊都有鼓勵他 一直都要remind他,他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因為他第一個站出來,令到這件事可以上到法庭裡 令到希望不會再有受害者,所以一定要不斷在他旁邊告訴他 你的決定是對的,你做得是對的,你很勇敢的 不要後悔或者不要覺得難過或者覺得甚至少自卑都不應該 因為除了我,他們家人,身邊有很多人都覺得他的做法是很勇敢 以及是一個好的榜樣,其實在我們身邊可能有很多人都會被人欺負 被人欺負就真的要出聲,我第一天跟大家說的時候 我都說其實我認識他的第一天,他已經將所有的事告訴我 所以我就更加欣賞這個女生,也都多謝他對我的誠實 也都多謝他對我的信任,因為我不相信他是周圍跟別人說 所以當他認識我的時候,他覺得如果我們想繼續做朋友 繼續發展的話,其實我是必須要知道所有事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是清楚了他任何的細節